如果你现在还有买游戏本的打算 可以优先考虑搭载AMD锐龙处理器版本 并不是我A吹 而是今年AMD移动端确实非常之强 这里要注意搭载最新ZANCE架构的第三位一定是4 比如7840H 7945HX这种 为啥说ZANCE架构今年很强呢 除了IPC大幅提升 且制成工业升级为4nm和5nm 能耗比大幅进步 最明显的就是这颗锐龙9745HX 16核心32线程 最大频率5.4GHz 属于台式机7950X的移植 目前诸如机械革命蛟龙16Pro 或者拯救者R9000P等等 都采用了这颗U 而且价格干到了8000甚至以下 R23多核轻松超34000分 在目前移动端无人能敌 Intel能与之一战的也只有i9 13980HX 但搭载它的本子基本都万元以上 而你如今最低可以只花8000不到 就能拥有这样一颗怪兽级CPU 这放到曾经笔记本真的想都不敢想 而4nm制成的7840H则更猛了 基本5000到6000价位即可入手 多核性能游戏性能耗比 全部领先同价位i7 12650H 而且自带地表最强核显780M 总结来看 今年的AMD移动端 大幅提升多核游戏性能 能耗比更强 同价位比Intel价格更低 是值得考虑的选择